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学习另外一个内容了 就学什么呢 学习用我们的nodejs创建一个服务器 但是呢 在创建服务器之前呢 必须要有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httb协议是怎么个协议法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啊 node的课程暂时先停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去啊 我们先去学习atb协议 完了之后再回来去做这些东西 能有意思吧 那么在讲atb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不敲代码的 而且理论部分也是很枯燥的 我讲的也可能不是那么的就是有趣 是吧 我尽可能的有趣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可敲的 反正它就是一些规矩 你知道就行了 能有意思吧 更多的让大家看 让大家记 ok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进入到atb协议啊 通议协议的理论部分 ok 先把它关掉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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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找到我们的文档里找到我们的课件 今天的第一天的我们的课件笔记 ok 在这里atb 下方下web 能看到吧 好 点它这里有一个atb.md 点开 ok啊atb 通信协议啊 注意在讲atb通信协议之前呢 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协议 协议是啥呢 注意啊 一个人一件事肯定不能称为协议 必须得俩人或者是更多的人往上 对吧 他一定是两端的 那里面吗 这一定是两端的 两端共同遵守的那个那个那个调查框框 那叫协议对吧 比如离婚协议 是不是希望大家永远不要签 对吧 ok啊 再比如是吧 这个 还有啥来着 像欧不是欧 那个那个韩国和朝鲜 他们定的那个三八停战协议 对吧 那就协议 但是呢 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讲协议这个东西啊 是必须双方共同遵守 才可以称之为协议 有一方一旦不遵守 那这个协议就不成立 对吧 比如离婚协议里 对吧 你老婆向你要房子 你不给不行 打死你就不要脸 完了这协议不成立啊 能不能理解 不是朝鲜和韩国是吧 哪天韩国看着朝鲜这家伙不顺眼 是吧 你又穷 咔一个炮弹锅 协议不成立 对吧 OK 那么这是什么呢 双方共同遵守的 就是协议 只要是有单方面违背了 OK 协议就不成立了 能理吧 跟别人双方都违背了 对吧 那你没有什么协议可言了 能理解是吧 OK 那么这个时候请注意啊 请注意啊 你要明白一件事 我们的生活中 其实处处都有协议 处处都有协议 哪哪些有哪些协议呢 比如 比如你去食堂吃饭的时候 是吧 这个感觉这个饭菜不好吃 抽根烟 咔点着烟 哎 挺爽 那这个时候你就破坏这种协议 啥协议呢 公共场所不允许吸烟的协议 对吧 先不说500块 不500块的吧 起码那些 是吧 打扫尾身大妈就拿一个拖把就冲进来了 反正就 对吧 你小心点 是不是啊 OK 就生活中有很多协议 包括我们上网的时候 其实也有很多协议 但是呢 你可能不知道 你说我想违背 你可能也违背不了啊 这个事 是吧 那是咋 啥协议呢 比如 你用微信聊过天吧 对吧 你用QQ聊过天吧 你用支付宝吧 你打过电话吧 你发过微信吗 都没有 你要真没有 我就怀疑你是怎么来到北京的 对吧 肯定有 肯定有 好 注意 这些也是叫什么呢 叫做网络通信协议 你上过百度吧 是不是 打开个浏览器吧 对不对 好 这啥意思呢 就是你的浏览器 会作为一个客户端的一方一方面 能力吧 然后呢 人家百度是不是大公司啊 人家有服务器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好 那这个时候 现在是你的客户端和你的服务器 也要共同遵守一项协议 什么协议呢 就是你俩进行通信的那种协议 能力吧 比如你微信聊天也是一样的 你微信也是一样的 比如我和谁呢 你们班主任不在是吧 好 我比如我和你们班主任聊天 是吧 咕咕哒哒的反正是吧 OK 注意这个时候 我们俩聊天的时候 我们的聊天的内容和信息 是不是要经过微信的服务器 他发消息 是不是经过微信服务器 我发现是不是也经过微信服务器 我们俩通信是也要遵循 通讯定义的这种通信协议的 能力吧 好 很简单一个道理 注意 说一个道理啊 比方说我发一个消息 我发上图片 微信他能收到 对吧 发一个视频他也能收到 对吧 然后呢 我给他发一段文字 他是不是也能收到 好 这个时候请注意 我也把这个杯子通过微信发给他 行吗 不行 对吧 不行 为啥 你先不用说能不能科技实践 对吧 这是肯定实践不了的 再一个 人家微信这种协议里也没有发具体实物的 具体实实实在在物体的这种协议啊 是不是 没有 压根就你也不能发 能力是吧 所以说呢 协议这个东西呢 就只要定好了 你遵守就可以了 能力吧 而注意啊 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是普通的啊 网民 是吧 这个网友 那你俩聊天 你也不用关心什么协议不协议 你聊就完了 大不了不用微信了 是吧 对不对 你俩用什么沃沃 探探 还有什么玩意的 是吧 都行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看 暴露了我老司机的身份了 是不是 都可以 但是你要用 你是不是遵循人的协议啊 但是说 作为一个普通的网民和网友 其实你不需要关心 为啥 你要用 你就默认了遵循人的协议了 对吧 这是很正常的 但是注意啊 咱们不是普通的网民和网友 为啥 我们是行业 就业内从 就是什么 从业者 对我们叫从业者 没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你必须要了解 这个协议 同时 你还要根据这个协议 去创造客户端 或者是 或者是服务器 类似于什么呢 如果有可能 你就要去写一个微信出来 对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作为程序员 你又要去开发一款微信出来 你作为一个程序员 你就开发一款百度出来 能对吧 所以你处在这个行业内的 你是行业内的人士 你就不能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网民 不去关心那些东西 你必须得关心那些东西 对不对 OK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说了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微信啊 QQ啊 这些同意协议 咱们先不管 因为网络同意协议有很多种 而我们最关心的是一种 哪一种呢 叫做http协议 那http协议是干啥的协议呢 请注意 打开一个网站 就这个吧 能看到吧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什么 叫https 对吧 它呢 也属于http协议的一种 那这个说 注意 我这里用的这个 注意啊 我这里用的 这是一个客户端 能看到吗 我在这晃的啊 我在晃的 这是一个客户端 这个客户端 被称为什么呢 就是http协议的客户端 当然了 这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浏览器 它就是遵循 http这个网络协议的 能理吗 然后这个说 你这里是不是输了个地址啊 这个地址谁呢 是百度的 你的客户端 是要发送一个请求 到百度的服务器的 能理吗 那这个页面 比如这个百度的logo 搜索这个框 这个按钮 还有下面的这些东西 注意啊 都是谁给你的 都是从百度的服务器 给你传输回来的 相对是什么呢 相对是 我在我的浏览器 这个地址栏里 输入百度.com的时候 是相对是 我的客户端 像百度.com这个服务器 发送了一条请求 说我需要你给我数据 什么数据 就是这个页面的数据 服务器叫到之后 说哦 你要这个数据 行 我把这个数据给你整理完 咔 给你发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浏览器 拿到这个数据 然后再解析出来 你才能看得见 能理解吗 能不能明白 假设说 比如我现在啊 断网了 断开 是不是断开了 断开之后 注意 我要是再刷新 你这个页面还有吗 没有 那这个时候 注意啊 我一刷新 你就等吧 死等他也出不来 对吧 转圈的吗 对吧 等一会他就啥也没有 为啥呢 注意啊 这个请求 浏览器给你发送吗 发送 浏览器 这个请求 还是给你发送的 能理解吗 但是 发送出去之后 网络是断开的 能发的出去吗 发不出去 能不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他是发的 但发不出去 能不能理解 所以人家服务器知道吗 那不知道 你都没过来 那给你啥呀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浏览器 等一会他就给我一个消息 说什么 无法访问次网站 对吧 实际上是吧 是我们没网 对吧 实际上是我们没网 是意思吧 OK 那明白这个道理 那也就是说 其实你看到的这些东西 都是通过服务器 都是通过我们的客户端 发送的请求 然后服务器 接到请求 然后再给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信息怎么样 返回回来了 也就是说 这些内容 实际上都在哪里 都能连接到服务器上 能不能理解吗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注意 你的客户端 请求的时候 发请的时候 怎么发 这就是有规定的 能理了吧 你的服务团 接到之后 怎么 就是你的 你的服务团 怎么接 这也是有要求的 接到之后 怎么处理 处理完之后 怎么把处理之后的信息 给你返回 这也是有要求的 而这些一系列的 要求和规矩 就是网络通信协议中的 协议 我们把这种协议 称之为 ADDP协议 能理了吗 所以ADDP协议 我们重点学 学的是啥 就是如何发请求 发请求的时候 的规矩 是什么 作为服务器 接到请求之后 给你返回书记的时候 怎么返回 返回的时候 有哪些规矩 是什么 这些就是协议的 全部内容 ADDP协议的 全部内容 能理解了吗 能不能明白 OK 那么这里 就是我们这个 客户端 与服务器之间的关系 好了 那么再来一个 注意 我们这个地方 看到的这个 百度的页面 其实是个啥呢 你这里 简单这里 整个的页面 你会发现 在这里 你这是个啥 看这 ATML 什么DRV 什么 还有什么 什么Testair 什么什么之类的 看到没 Script的 看到没 然后最后 它一定有一个 ATML和Body 你看到吗 这啥意思 这啥意思 对 说白了 你发送请求到服务器 服务器 接到请求 给你返回的是啥 是这个 你看到这个页面吗 其实不是 真实的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堆 如果是一个外号人 我就告诉他 就这一堆字母 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但对于你来说 不是 这是啥 这是ATML代码 这是ATML标签 对吧 是你的服务器 把这一堆标签 给了你的浏览器 你的浏览器 拿到了这一堆标签 解析出来的 这些内容 而这个页面里边 请注意 这就是个图片 对不对 来我们点一下看一下 这么慢吗 这呢 能看到吗 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张图片 就在这 这个图片呢 不对啊 这这这这 是不是这这这 看到没 是不是一张图片 看到了吗 这不是一个 Amit标签吗 然后SRC等于什么 百度Amit 什么叫logo 一点平 看到没 这是不是一张图片啊 能看到吧 好了 请注意 我们的页面里 一般包含的内容 有哪些呢 第一 标签 以及标签中的文本内容 这是一种 能听到吗 我们把这些东西 称之为文本 还有就是一些资源 什么资源呢 图片资源 音频资源 视频资源 能听到吗 等等等等这些 注意 每一种资源 都会单独发一个请求过去 然后服务器单独回来响应 从哪能看得到呢 从你的这个地方 你打开你的检查这里啊 有一个network 能看到吧 好过来 这里啊 有很多东西 我先把它删掉 然后呢 我们过来重新刷新一下 能看到吧 能不能明白 重新刷新 你来看 这里百度请求 来看这这这这 看到没 看到没 看到了吗 一个页面就有这么多资源 每一个资源都是这么加载的 包括像你那个logo logo放上去了 找一找 诶 这 那个logo1 这个 这个吧 这个 这个 看到没 能看到吗 每一条就是一次请求 每一条就是一次请求 你也会发现 其情的地址都是不一样的 发现了吗 你看这个 像什么 SSO OSS2 百度.com 能看到吗 你往上再翻这个什么 叫3W.百度.com 再往上翻呢 都是 再往下翻呢 看到 SS0.什么什么 啥玩意识 BDS TATICI COME 能看到吗 能不能看到 这是啥呀 其实好多资源都不在百度的服务器身上 有可能会在其他服务器身上 能不能明白 能不能明白 OK 那么这些 注意 注意注意 这就是什么呢 注意 每一个 每一个服务器给你想用的内容 都是有它固定的资源类型的 我们的资源类型也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媒体类型 注意 web服务器是web服务器的宿主 是这个 web服务器是web资源的宿主 什么叫宿主呢 就是你这些资源都放在服务器上 对吧 离开服务器你的资源放哪 没地放了吗 是不是这意思 OK web资源就是我们常见到web内容的源头 最简单的web资源就是我们服务器中的精彩文本 包括文文文件 atmail文档 atmail文档 你是不是刚刚见过了 好 gpg图片 见过了吧 avi文件 就是视频文件 见过吗 这个好像没见过 我告你一个mper4文件 见过吧 这个见过吧 .mp4的 对吧 是不是就是视频文件 都有 都有 那么当web资源也可以是动态生成的 类似送引擎什么什么 QQ空间之类的 都可以动态生成 这个动态生成啥意思呢 就是根据你的请求 服务器 你请求啥 服务器给你现做啥 就类似于你吃饭去餐厅点餐 你点啥厨师给你做啥一样 能理解是吗 你要一张图片长这样的 好了 服务器啪 开始搞一张图片 卡给你回来了 能理解是吧 有的是这样的 但有的那就是死的 你请就过去好了 他也不给你做 反正就卡就给你 能理解是吧 就类似于咱们的餐厅 你想吃个什么 是吧 这个 什么什么汤 抱歉没有 只有红烧肉 对吧 你要吃个什么 什么茶树菇之类的 抱歉没有 只有什么杏鲍菇 对不对 餐厅做这些饭 你就只能吃这些 就精彩的死的 定不了 对吧 他不会给你干小丑的 二楼可以 二楼可以 OK 好了 那么这个 那么注意 在印度网上 比如像这个 客户端发动请求服务器 服务器就会返回 这是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 对方不想跟你说 并给你扔了一个bug 好 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的类型 注意 一般情况下会这么标 和你的那个 普通的文件的后缀名 是不一样的 我们把这种自然的类型 称为什么 称为叫做 MIME类型 这个类型 请注意 它的标识叫做 content 就是内容类型 能理解吧 然后的值就是 amage gpg 这才意思呢 amage代表是一个图片类型 然后gpg 代表什么 是图片的压缩算法 包括png gpg gf 等等 能理解吧 都属于amage gpg 什么什么玩意的 能理解什么 这些类型 有很多 类型有很多 我这里有一个地址 你在计算机上 见过的 所有的文件类型 在这都有 你找一找就可以了 看这 这是所谓的扩展名了 DUC见过吧 沃尔文档吗 对吧 EXE见过吧 二进制可真心文件吗 对吧 还有什么呀 还有好的 你没见过的了 是吧 你见过的有哪些 我见 不知道了 GS哪呢 这里 GS 看这扎入sql的 能看到吧 OK 还有吗 什么TAR见过吧 你没见过 Zip见过吧 亚洲包 对吧 MP3见过吧 见过了吧 还有什么 GPG是啥 这个BMP见过吧 土片的 GIF看到没 是不是 GPG GP1G能看到吗 是不是都有 注意啊 这个是文件的护理名 如果你要是GPG 或者GP1G 注意 它的MARM类型 是这样的 能理解吗 这才是它真正的文件 类型 能不能明白 能不能明白 OK 那么我们能不能看呢 比如我在我的浏览器里 这个地方 摆住这里 这么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类型是啥呢 你找有没有 contact type 有没有 这里 叫 image拼音机 能看到吗 那么这个时候 你说能不能把这个图片搞下来呢 来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到桌面上 它是不是个拼音机的呢 都不用看了 肯定是 因为保存的时候有 看这 是不是个拼音机的 能不能看到 OK 这就是图片的类型 图片类型 好了 那么再来 注意啊 因为我们用的时候 类型有好多 你的ATML呢 就是text文本 后边斜杠 给它来一个ATML 能不能看到 包括后面呢 你会接触到 好多好多其他类型 像XATML的 像XML的 像JSON的 JSON也是一种数据类型 能力吧 都可以 像GPG的 GP1G的 MP4的 好多好多 那里吧 好了 那这个地方 有一个是比较特殊的 你在写ATML代码的时候 来 新建一个文件 写一个 1.0.html 做过文件上传吗 付货本表单 付货本表单 用过吧 付货本表单用过吧 OK 付货本表单 好了 付货本表单里 有这么一个东西 叫input 负货 这个用过吗 没有吗 这个type等于fire的这个用过没有 用的不多 用过吧 应该 我可以先告诉你 我可以先告诉你 在我们这个地方 如果你的 import type等于fire的时候 那请注意 那请注意 这是做什么呢 这是做文件上传用的表单 那也吧 这是个表单 做文件上传的 但是它有一个特殊的点 就是你必须要在这里 写这么一个东西 叫in nctable等于form got data 必须要加这么一个玩意儿 要是不加你这个文件上 它是传播上去的 这个东西 我们回头再讲 可以吧 我们会在讲 阿杰克斯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 能力有意思吗 OK 好了 那么这是这个 这个其实说白了 就是定义什么呢 定义 这个表单 所传输的数据类型 是什么 能力有吧 它传的什么 传的是一个form 刚才对比上一扫 是一个form表单的数据类型 能力有吧 一个form表单的数据类型 你不要觉得atml很简单 其实atml真不简单 它除了标签 除了标签 还有这些属性 是极其重要的 就是标签的属性知道吧 标签 这些东西叫属性知道吧 属性等于 就引号影响在某一个值 这个知道会写吧 会吧 OK 那标签的属性里边 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 像image里边有一个src属性 知道吧 对吧 src天然具有网络通信的能力 知道吧 这个不知道是吧 没关系 我们后边会讲 后边会讲 讲RX的时候会讲 因为现在 我不知道 因为之前你压根就没有 说过网络通信 所以说有关于网络通信的东西 所有都没讲 对吧 没关系 我们在讲网络通信之后 都给大家补上 可以吧 OK 好了 那么这是这个 好了 我们继续 完了这个是 这个是类型 那么你要查询某一个类型 在说 你可以直接去这个 W3C school上去找 可以吧 W3C school上去找 可以了 能理解吗 你所有的类型都有的 如果你碰到一个 这里边都没有的数据类型 注意 千万记得 一定要删掉 因为99% 因为99.9% 有可能是个病毒 能理解吗 能没有意思吗 如果你碰到了一个 没有的这样的 没有的类型的 这么一个 资源吧 算是一个 行吧 那就暂且叫资源吧 它有可能就是一个病毒 所以一定要注意 能理解吗 能不能没有意思 所以说呢 正常情况下 你所有的 任何的内容的 类型 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能理解吧 OK 这是我们这个类型